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走进云南红河去参加一场特别的宴会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前不久我们的设置组来到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宜族自治州红河县的大洋街乡 正巧这里要举行哈尼族一年一度的阿巴多宴会 据说这是一场特别的宴会 受邀参加的都是年轻的姑娘小伙子 宴会开始之前他们有很多特殊的任务要完成 而且我们也被临时拉了进去 这是红河县哈尼梯田旁一个普通人家 姑娘叫陈慧 一车人 一车是哈尼族的一个知系 主要分布于红河县的三个乡 陈慧是这次阿巴多宴会的主角之一 他正在和姐姐还有阿妈做着宴会前的准备 阿巴多在一车化里是喝酒的意思 阿巴多宴会就是两个一车山寨的青年男女 选择即日互相邀约 举行酒与歌 情与爱的私家宴会 少则五对 多则十几对 参加宴会的男女双方轮流主场 这次是浦马村的姑娘们主办 陈慧马上就要代表女方去和男方见面 约定宴会的时间和地点 我们这是在这儿干嘛呢 那些小伙子交换信物 交换信物 对 阿们 你们是哪个村的 我们是浦马村的 你们呢 里面是哪个村的 路出村的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阿巴多 嗯 可以 可以 我们有六个 我们也六个 那五天后晚上八点 我们总会在那个村口等你了吗 嗯 可以 这个不会就是你的信物吧 是 就是信物 南方送给陈慧的是一把白色的雨伞 陈慧送的则是自己亲手绣的白帽子 对于义车同胞来说 白色代表着山茶花 有着很美好的寓意 这白色的雨伞呢 是以前我们义车人有个王子嘛 被追兵追杀他 所以就跑到山上 山上开了那些山茶花 山茶花 所以就躲在那个山茶花里面 就很安全了 就是这个也是 所以我们就想都戴白色的帽子 就喜欢这个白色的雨伞 另外一对交换的是衣服和手镯 因为这些姑娘小伙子之前都互不认识 所以见到信物就表示彼此是互相约好了的 也有约定不变 不见不散的意思 宴会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准备饭菜 这任务可不简单 每一个姑娘都要绞尽脑汁 拿出自己最擅长的手艺 从食材的选择和取得 到最后的制作完成 都要充满诚意 好在守着大山和梯田 要想找到纯天然的食材并非难事 那种菜可以吃的 这就有可以吃的菜是吗 哪个是 是这种 这种菜可以吃的 是这个吗 对 这个呀 这叫什么菜啊 这是汉女语吧 普通话的叫什么名字 鱼心草 原来这个就是鱼心草 有的人叫鱼心草 有的人叫泽尔根 这些都是自然生长的野菜 因为现在是冬季 所以比较少 但是一到夏季 梯田边都会长满这样那样的野菜 在这里生活了世世代代的哈尼族同胞 都是从大山和梯田中就地取材 吃的可都是纯天然 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这是陈慧家的菜地 这些还没长大的嫩嫩的小萝卜 也是今天陈慧用到的食材之一 挖菜的时候 一车姑娘穿的鞋子 让我们的编导产生了兴趣 没想到这鞋子还是很有讲究的 看你们这个夏地干活都穿这种鞋子 这方便吗 这个鞋嘛 一般干活都是不穿的 出来的时候再穿 夏地干活呢就把它脱了 所以你们现在都光着脚呢 以前我们一帮都 一帮女孩一车人都不穿鞋子 不穿鞋子 就平时也不穿鞋子吗 像你们汉族那个 那些鞋子我们是不顺穿 听那个老人说 穿那个鞋子 对那个就是 相抵哥哥 那些对他们不利的那个意思 我们一车女人就不能穿鞋子 我们又发现了一种 可以吃的野菜是吧 对 这就是米汤果 因为这个是有跟那个糯米煮着吃嘛 哦 放的糯米就更甜 所以就叫米汤果 做饭用的野菜 已经采得差不多了 这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菜 会被陈慧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光吃蔬菜也不行啊 宴会上怎么能少了肉呢 可陈慧却说 他们喜欢吃另外一种长在竹子里的肉 而且这美味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的 一定要靠运气 那么陈慧要找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一大片竹子没准就有这个竹虫 您没听错 陈慧和陈娟要找的就是竹虫 竹虫可以说是竹子的天敌 是名副其实的害虫 被竹虫破坏了的竹子 就没办法再生长了 在山里寻找了大半天的它们 这次能如愿找到竹虫吗 竹虫究竟长什么样 一车同胞要如何来吃着竹虫 虫子又为何会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最爱呢 除了观察竹子上面是否有虫子住的洞之外 陈娟还教了我们编导一招 那就是由于竹虫喜欢吃嫩一些的竹子 所以一般寻找竹虫都要留意 那些当年新长出来的竹子 这样找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一车同胞爱吃竹虫的习俗由来已久 这是当地的饮食传统 竹虫营养丰富 高蛋白质 一车同胞世代居住在大山里 在以前食物匮乏的年代 吃竹虫是为了增强体质 补充营养的 做饭用的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 陈慧说最后的这种关键食材 一定要下到水田里才能找到 因为泥鳅特别滑 所以即使逮住了 想把他抓进竹楼里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抓到他的头 他抓得稳了 天气热了 他跑出来晒太阳 接着你抓 现在天气冷了 他走进去了 不好抓 这个像波及一样的工具 是专门用来捉泥鳅的 当地人叫它搓脊 而捉泥鳅当地人叫搓泥鳅 这个是阿波多研会必须要的这个东西 进行阿波多研会的时候 就是挂在那里 就是对方有人来问 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说是这个是什么东西 长在哪里的 生活在什么地方 有人这样问你 要那个 就是用一种对搁的方式 要要回到地 这个草绑住它的脚 这个把它这样绑稳了 它就跑不出来 我回到脚里放开 它还怎样活得好好的 这一天的收获不少 傍晚时分 食材已经全部备齐了 就等着第二天的宴会了 一大早 小院里的人们就开始忙活了起来 这就是昨天陈慧和我们的编导 进山找到的竹虫 也是阿波多宴会上的一道大菜 刚进油锅没多久 一股浓浓的香味就飘散开来 竹虫可以生吃 但是现在的义车同胞更喜欢用油炸了吃 酥脆芳香 味道鲜美 再撒上点盐巴 对它们来说 简直就是难得的美味 来到义车同胞的家里做客 主人们都会拿出 他们自己制作的糯米粑粑 来款待客人们 这些洁白如雪的糯米 产自大山的梯田之上 所以每一粒都珍贵无比 糯米粑粑粑 是阿巴多宴会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之一 今天陈慧就要在阿妈的帮助下 完成糯米粑粑的制作 看到大家都在有条不紊的忙上了 我们的编导也过去帮忙 一车同胞祖祖辈辈 在生活在大山里 他们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开辟出了快快梯田 对梯田有着格外深厚的感情 田地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粮食 还有这些蔬菜 小的时候特别爱去那个梯田玩 拿那些野菜啊 比如说水青菜啊 这些米汤果啊 折耳根啊 都很喜欢去拿 因为拿回来了 就自己爸妈都很高兴 哦 我女儿长大了 什么会拿这些野菜了 什么什么的 因为吃这些野菜就比较健康 一车同胞喜欢吃的折耳根的方式是凉拌 将折耳根洗净切段 放上辣椒 酱油 花生渣 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做起来很方便 而且它还有清热解毒 健胃消食的好处 因为折耳根又名鱼腥草 顾名思义吃起来会有种腥味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惯它的味道 好啦 但是那个鱼腥草的味道还是有 就是吃这个味道啊 这怎么说呢 外边的 就像你们啊 旅游的人啊 进来这些人都很不习惯这个味道 但是我们这个少数民族呢 还是很喜欢这个味道的 已经吃习惯了嘛 这边糯米饭已经蒸好了 接下来就是将糯米饭 变成糯米粑粑的关键步骤 采粑粑 阿妹 我看我们采的这个糯米粑粑还挺特别 在这之前要把这个掺到糯米里面是吧 这是什么呀 看起来很像馒头 这是面粉做的 面粉做的 一车同胞在制作糯米粑粑的时候 把这个类似馒头的东西掺进去 是为了让采出来的粑粑口感更好 更好吃 这也是当地人制作粑粑的特别之处 采粑粑的这些工具 都是当地人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可别小看这个工具 要是彼此配合不好 可是会伤到人的 糯米有一定的粘度 所以采下去之后 要有一个人及时调整粑粑的位置 以便踩得均匀 我们的编导想去帮忙踩粑粑 被陈慧拒绝了 因为翻不好是会砸到手的 但是陈慧邀请我们的编导来体验一下 如何踩粑粑 好啊 那我帮你踩吧 要用力 要用力 哇 这还挺重的 因为这个踩粑粑的工具比较重 所以要两三个人互相配合 手脚并用 巧妙用力才能够将爸爸踩好 由于参加阿巴多宴会的人比较多 所以陈慧他们今天蒸了一大桶糯米饭 要想把这些糯米饭都制成糯米爸爸 可是要踩好一会儿 看来陈慧已经没有劲了 于是阿妈们过来帮忙 踩爸爸的工作交给了阿妈 陈慧开始着手准备下一道菜 先将糯米煮熟 再把米汤果放进去 撒上一点食盐 这道米汤果煮粥也做好了 餐桌上悬挂的鱼鸟虫屑到底有何讲究 宴会上又发生了哪些趣事 本期乡土走进云南红河 去参加一场特别的宴会 为了在阿巴多宴会上有好的表现 陈慧做的这些都是他的拿手菜 也都是当地人喜欢的特色美食 这道菜的主要原料 就是昨天在稻田里捉到的泥鸟 那陈慧要怎么处理这些泥鸟呢 您没看错 这鸡蛋液里面活蹦乱跳的 就是刚才水里悠闲自在的泥鸟们 正是因为这道菜是把泥鸟放到鸡蛋液里面 任其钻来钻去 所以才有了它的名字 泥鸟钻蛋 撒上调料放在锅里面蒸 这样又一道菜大功告成了 不知不觉天黑下来了 一切似乎已经准备就绪 可是宴会餐桌上悬挂的几样东西 让我们的编导很是好奇 它们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为什么我们在阿巴多宴会上 要悬挂这个螃蟹和这个虫子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辟邪的 我们在这里做阿巴多宴会嘛 很多不好的东西 就是它有两个像个茧子一样的嘛 不好的东西就简单了 让它进来的也 那螃蟹呢 螃蟹是那个像那个夹子 什么东西都能夹得到的嘛 就是很会的 很手巧的那个 师傅 像里面汉主说的是师傅啊 能人啊 那个之类的 它就象征着我们参加阿巴多宴会的 姑娘都心灵手巧 是这意思吗 这边挂的是一只不古鸟 代表阿巴多宴会是上天受益了的 派不古鸟下来指导此事 这边是天上飞的 另一边自然应该是水里游的 这鱼啊 我知道在我们汉族是这个年年有鱼的意思 在我们这儿是年年有鱼的意思吗 不是 我们这儿代表龙王的女儿 以前我们的祖先听说嘛 说是龙王的女儿和天那个 天庭的那个王子 在那个我们姑娘山上相会 就是唐经说啊 所有的话 我们一车人参加以后就 就是那个 跟那个隔壁的村子 小伙子就是唐经说啊 所以你和龙王的女儿 就是必须参加这个 小伙子小姑娘阿巴多宴会是这个意思 天下来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 咱们出发吧 好吧 走吧 因为宴会是由女方举办的 所以浦马村的姑娘们 要在约定的时间 去约定的地点 揭露出村的六个小伙子 阿巴多宴会开始的时间 一般都是晚上 这火把除了用来照明 也是前来赴约的一个信号 由于之前约定好的一个姑娘 没办法来参加 而双方规定参加宴会的男女人数 必须一样 所以我们的编导 就被临时拉来充数 事先并不知道刘成的编导 会不会闹出什么笑话来呢 夜晚的村寨 除了星光 就只有这火把的光亮 安静的村子 除了零星的犬肺声 耳边都是参加阿巴多宴会的 姑娘小伙子们的欢呼 单凭这些就可以想象 这应该是一次十分热闹的聚会 你不能坐这个凳子 我不是留个我那个男生的 你得另外找一个位置 我自己找我的地方 好吧那我坐在那好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说一个人都没有选我的是吧 我就没有人 你那两个人都选你了 那我选这个 他就没办法选我了 你选择他了 那你要坐过来吗 你为什么选择他了 感觉不错 长得帅我就选他了 长得帅就选他了 阿巴多宴会上 男生看好哪个女孩子 就要眼急腿快地 立刻坐到女孩子的旁边 速度慢的就只能选别人了 姑娘小伙子入座之后 桌子两边会坐几位 弹琴唱歌的长者 这时候会有一位一车 阿妈端着酒 唱着酒歌敬酒 自己喝完之后 阿妈会将酒杯传递给参加宴会的一位姑娘 再由这位姑娘喝酒唱歌 递给下一个人 这样按着顺序 依次接下去 直到所有人都轮完一遍 现在轮到我了 我这听了一会儿 一句也没听到 我这看见大家跟着唱歌 然后喝酒 刚才这位大姐唱给你的是什么 她问我你是哪里的 我是我说我去年车 就问你从哪里来的 我们站着就是如初 那现在你要唱歌给我听了是吧 是的 好 开始吧 哈巴米达德克曼玛丽 普通话是什么意思 普通话是什么 我问你普通话是 你是哪里的 小姑娘 哪里来的 我是从北京来的 用哈尼话应该怎么说呀 北京的拉斯 是北京的拉斯 北京的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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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我们来的 我对我们来的 我对你拉斯 我就是 哈尼是这样子 这是水啊 对 鼻子水 鼻子是水 我以为是酒 您瞧 这语言不通 还真的是容易闹出笑话 原来这第一轮酒杯里装的是水 而我们编导临时报复角 学了一句当地方言 到哪儿都是这一句 把接下来这位 这一车阿哥弄得竟不知要怎么唱下去了 大家都有说有笑 只有对面的一个姑娘总是闷闷不乐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刚才看到 我刚才看到 说话他一直在理你是不是 对 他都没感觉 对你没感觉 所以他夹给你看你不是 就表示你拒绝他了是吗 看你不是特别高兴啊 那这个男爸可以换吗 不可以 不可以换了 为什么呀 大家弹琴唱歌 喝酒说笑 十分热闹 几轮对歌之后 大家也都互相熟悉了 他们来到了屋子前的空地上 围着篝火跳起了舞 跳动的火苗 简单的鼓点 身上银器碰撞 发出清脆的响声 一车姑娘和阿妈们 跳起了自己民族的一车鼓舞 夜深了鼓声还在继续 快乐还在继续 您看这就是传统热闹的阿巴多宴会 他并不是单纯的喝酒吃肉 他更多的成为了一车青年男女 认识新朋友 增强社交能力的一场欢乐聚会 在现如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还能够保留传统的社交方式 应该说实属难得 好的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过年意味着喜庆 意味着团圆 也意味着泪水 难忘的是香音 最亲的是香酥 最香的是家乡饭菜的味道 中国的笑就是顺 何家才叫团圆 下期敬请收看乡土 回家过年